近日 湖北漢川市政府招商引資的項目 歐亞達商貿城 數百名業主維權抗議歐亞達無證出售商鋪 並且違反返還租金的承諾 使他們血本無歸 3月31日 漢川市歐亞達商貿城 數百名業主在營銷中心門前拉橫幅 橫幅上寫著 黑心歐亞達欺詐業主 無證銷售 還我血汗錢等字樣 並喊著歐亞達騙錢口號 不過這次維權沒有成功 反而有3名業主被警方行政拘留 漢川歐亞達商貿城業主陳先生表示 這個商貿城老闆肯定有背景 否則政府不會偏袒它 官網顯示 漢川歐亞達商貿城於2015年開業 建築面積18萬平米 據瞭解 該商貿城市 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的項目 於2014年開始招商 讓業主以購買商鋪的形式進行投資 承諾10年返還租金 收益率為7% 另一位業主王女士也向大紀元表示 業主投資數十萬購買鋪位 由歐亞達進行運營 業主每季度收租金即可 對方承諾10年返還租金 但不久前突然接到解約通知 陳先生表示 業主基本上都是打工者 用辛苦積攢下來的錢進行投資 陳先生表示 目前商貿城裡900多個商鋪 要求退款退租或辦證販租 陳先生說 漢川歐亞達商貿城利用疫情 做了一點文章 因為他知道 我們不可能到武漢總部去鬧 所以就把我們的租金全部停掉 新唐人記者 常春 陳傑 柏妮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 周邊的動作 新唐人記者 陳佛寺